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TypeScript 今天咱们的主题 大家请看 类的访问限制 什么意思 咱们在上一期 我给您讲解了贴思编写类 对吧 咱们如何面向对象编程 如何咱们写类 对吧 那么咱们在编写类代码的时候 无非就写两个内容 第一 定义类的属性 第二 定义类的方法 可以吧 那么今天咱们就讲解 咱们定义的这些类属性和类方法 它的作用欲是什么 能不能够被外界所调到 能不能够被自己的子孙所调到 这就是今天咱们讲的内容 类的访问限制 咱们就一起来学习一下 好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知识点其实很简单 就这么一个 类的访问修饰符 也就是说 咱们在定义属性和方法的时候 咱们只要给它加上一个访问修饰符 就定义了它的访问作用欲 咱们一个看 首先第一 public 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说 咱们定义类的属性方法的作用欲 是全局的 所有人 所有人都能够调用到 包括自己的子孙 包括外人都能调到 同时自己的本身类也能够调到 OK 接下来 接下来 protected 这是什么意思 protected是什么意思 保护吗 对吧 被保护的属性 被保护的方法 也就是说 外界是调不到这个属性方法的 但是呢 本类可以调到 同时自己的子孙类 也可以调到 非常的重要 尤其在咱们做设计模式的时候 这个protected是经常的用到 接下来 private 私有了 私有了 属性 什么意思 只有我本类自己能调到 都不允许自己的子孙能调到 够自私的 叫做private 咱们一个个来学习一下 好 为了有助您的理解呢 咱们呢 看一下这三个访问休士服务 都该怎么用 我呢 这给您建一个例子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说 咱们大家注意看 我给您精心准备了一个例子 叫做数据库类 咱们定义一个class database 没问题吧 然后在里面 我定义了一个属性 data name 这个是全局属性 同时定义一个构造器 构造器中 传一个数据库名 然后呢 附给模板机 怎么附 用这个this.db name 代表模板机的变量 没问题 咱们都讲过 好 接下来咱们定义了一个函数 收db 在这个里面 大家请看 我定义了一个public 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收db的方法 外界可以调用到 自己的子孙也能调用到 当然 类本身也能调用到 换句话说 收db这个方法 大家都能调用到 好 咱们再往下看 第二个 connect方法 注意 这个地方的修饰服饰 protected 什么意思 是说我数据库 这个database类本身的 其他的地方 可以调用到 connect的方法 同时 它的子类 也能够调用到 connect方法 外界能不能调用到 比如说 我利用一个database的方法 能不能调用到 connected 调用不到 一会咱们看效果 再接下来 咱们再定义一个 disconnected 为什么 你想 数据库 咱们需要连接 还需要关闭连接 对不对 或者是叫close 都无所谓 咱们再定义一个 叫做private 访问级别的 disconnected 也就是说 这个disconnected 这个方法 只能被数据库类 本身的其他方法 调用到 它的子方法 是调用不到的 外界更调用不到 因为它是private 好吧 OK 咱们定义完 这么一个简单的类 然后给上了 不同的存储级别 今天咱们就来试一试 好 马上建一个文件 大家请稍等 有朋友说 这个面向对象的 这个编程 类的访问服务重不重要 我跟您说 这是非常的重要 而且还要再加一 尤其你看像当时我做这个类的设计模式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当时我们工作为一个产品 这个产品是要封装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数据库 但是给用户只提供一个统一的接口 这就用到设计模式 怎么用 就是用到这些个访问级别 继承等等 多态会用到 咱们有机会一个个说 好 我把刚才的代码拷贝过来 然后怎么去用这个数据库类 大家请看 下面我给您拷贝过来 咱们一个个看 好 咱们请看 我类定义完了 然后怎么使用 这个地方 light 我定义了一个Oracle的变量 让它new 就等于这个数据库类 但是因为我的构造器 这个地方 要给它传一个数据库名 所以说 在构造器这地方 我给你写上一个Oracle加古文 没有问题吧 Oracle加古文在数据库中还是排第一 没有问题 OK咱们new完之后怎么用 大家请看这个地方 Oracle这个变量实力 就能够去使用收DB这个方法 为什么 因为它是public 好吧 咱们就简单的运行下这段代码 看一下效果 马上尝试 tsc控格 然后test.tse回车 编译成功的话 会生成一个gs文件 大家请看 出来了吧 这地方 然后咱们直接node控格 test.gse回车 大家请看 我是不是成功调到了收DB 为什么 因为在收DB的方法里面 会向控制台输出一行信息 数据库是什么 我传的是Oracle加古文 所以说咱们看这信息 Oracle加古文 没有问题吧 数据库Oracle加古文 说明咱们成功的 new了一个类的实力 同时呢 也用到了类的方法 非常方便 对不对 OK 但是 咱们这还定义另外两个方法呢 它不是public 咱们能不能用到 咱们一个一个的试啊 好 这个地方大家请看 我打开Oracle.connect 因为这个VS Code做比较好 所以这地方它就已经报警了 为什么 因为它是保护的 它是protectic 你看这个地方还有提示 咱们调用不到 对吧 好 咱们编译一下 看看是不是出错 注意看 大家看怎么样 它在编译时 就给咱们找到了代码的错误 都不用在运行时找到 所以说这个方法真的是非常好 比这个GS真的是进了一步 所以说这地方咱们不能到 不能调用到 把它屏蔽掉 那么 咱们接下来另外一个函数 disconnect 能不能调用到呢 刚才的protect都不行 你的private根本就更不行 大家请看 VS Code给人做提示 对不对 好 咱们编译啊 VS Code提示是一方面 有朋友可能还不用这个VS Code 对不对 那么咱们试一下 编译时也会出错 尤其在这个Linux下编程的朋友 或是Linux编程下的朋友 可能他不会用这个VS Code 他会用一些其他 比如说这个VI啊 Nano啊 这种 这种字符的IDE 那么呢 您会在编译时 会发现这种同样的错误 所以说在编译时发现错误 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不依赖于IDE 更不依赖于运行时 大家请看 这个disconnect也报错了 对不对 OK 从而得证 得证什么 得证咱们的Public Practic 包括这个Private 都起作用了 没问题吧 OK 那么我刚才跟您说过 这个Practic 在它的子类中 是可以调用到的 同时 disconnected 在子类中 是不可以调用到的 对不对 刚才我说这话吧 对吧 好 咱们来证明一下 这个啊 好 怎么证明 咱们往下看 这个地方 我为这个database 定义了一个子类 给他生了孩子 是吧 他的孩子叫什么 咱们看 把他考过了 他的孩子 就叫Practic 没问题吧 然后他去继承了 database里面 所有的内容 也就是说 咱们只要这样 一继承的话 今后 有些我给您讲 类继承事会讲到 他这样一继承 那么database 类里面所有的功能 他都会拿过来 尽情的使用 没问题吧 而定义起来非常简单 这就是面向对象 编程的好处 好 那么咱们定义完 一个子类 Practic 咱们怎么用 首先 咱们先 生为一个实例 没有问题吧 OK 接下来咱们先调用一下 什么Postal Grid 我看我的代码 有没有 有 非常好 我考一考就行了 我要调用一下 Postal Grid 下面的收DB 但是大家注意看 我定义Postal Grid的时候 里面有没有收DB 这个方法 没有 没有的话 我为什么能调 是因为它的负类中有 它就直接继承过来 把他爸爸 所有的财产 都继承过来了 好不好 好 咱们试一下 首先编译 成功 没有问题 然后咱们直接 node test.js 一回车 大家请看 上面是 Oracle甲骨文 下面是Postal Grid的小像 没有问题吧 刚才输出的是 Oracle的收DB 现在输出的是 Postal Grid的DB 而且DB的内容不一样 不一样内容 是因为我在这个地方 传进来的 构道器的时候 传进的是 Postal Grid小像 没有问题吧 什么面向对象 面向对象的编程 非常的好用 接下来 接下来咱们再做一个Do It 这Do It 稍等 这Do It 可是Postal Grid自己的方法 在做Do It之前 咱们先试一下什么 试一下 我在Postal Grid里面 能不能调用Connect 大家注意看 也是报警线 对不对 受保护的 调用不到 那咱们编译一下 肯定是报错 没问题 对吧 但是咱们呢 是可以调用 咱们自己定义的Do It 这是没问题 对吧 这Do It 就是这个地方 大家请看 Postal Grid里面 有个方法叫Do It 在Do It里面 大家请看 我要调用 副类的Connect 该怎么调 这地方写个Super Super代表自己的副类 对吧 Super.Connect 就调到了 副类的Connect 因为副类的Connect 存取范围是Protetic 换句话说 子类是可以访问到 所以说 咱们在做Postal Grid里面 Do It的方法时候 咱们这样调用 是不会报错的 然后咱们看一下 在这个连接函数Connect里面 会输出一行信息 告诉你 数据库正在连接中 然后咱们在Do It里面 调用到这个Connected 没问题吧 试一下 Connect 怎么老T Connect 好 咱们现在把这个代码 编译一下 编译完之后 咱们在这个Postal Grid里面 调用Do It 然后Do It去调用 副类的数据库连接方法 咱们看一下结果 跟刚才有什么不同 肯定又多了一行信息 大家请看 数据库Postal Grid的小项 正在连接 而这个连接的动作 是在哪做的 大家请看 是在副类中做的 没问题吧 也就是说 咱们可以调用副类的 Protetic里面的方法 没问题吧 OK 副类里面还有一个 Private的断开链接 对不对 能不能断开 试一试 在它的子类Postal Grid里面 把它打开 一存盘 大家注意看 刚才Protetic是可以调用的吧 现在是Private 直接报错 编译一下 确实报错 从而得证 从而得证什么 从而得证 这三个存取访问符 这怎么还报个错 这三个存取访问符 都起到了 它自己所要起到的作用 非常方便 对于您面向对象的编程 真的是非常有好处 稍等 我这怎么 哪个地方报错了 这地方报错 咱们给屏蔽起来 非常有好处 您只要活用这些个访问符 对于您做类设计 对于您保护重要的数据 都是非常有好处的 您一定要学会 这三种访问符的使用方法 OK 以上就是今天给您分享的所有内容 应该不是很难 我的代码会放到 看中的服务器 我的视频会传到YouTube 还有B站 供您下载观看 那这个视频就这样吧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再见咯 拜拜 拜拜 拜拜